梁文旭 分手费解一下 什么分手费 我做了下施 是五年的替身 今天合约到期 咱们好聚好散 多加一千万 我要去约 谁要跟你继续玩 过家家的游戏 永别了 梁文旭 杜叔 乔生呢 少爷 小小姐一大早就收拾行李 出去了 对不起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救生 你怎么把梁城给我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他抓回来 是 终于回顾自由了 梁文旭 绝对我 小疯似一把 这不是小小姐 不好意思 你认错人了 哎呀 别着急走嘛 梁绍平时可是拿你宝贝的狠 他怎么会允许你来这种地 我跟梁文旭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让开 哎 要不做我的女人怎么样啊 少爷 我们的人查到了乔小姐 去了拦掉KTV 他竟敢背着我去那种地方 乔生 你是不叫婆了吗 谁不知道 齐少身边女人无数 我就不凑这个热闹了 你真的不想试试啊 齐少请自重 你再这样我就叫人了 没想到其他少爷 竟然也有被女人拒绝了一遍 真是神剑 糟了吧齐少 你动了他梁文旭不会放过我的 你算什么东西啊 你只不过是梁文旭的玩物而已 他给你多少 我给你双倍 过不过 你这种人的钱太脏 我不稀罕 我给你点颜色看看 你真以为我齐博是吃素的 是吧 哎 兄弟请关一下 谁要是能把他征服了 我就把金明山房地产项目交给神 干什么 你看这身材 别碰我 干什么 别碰我 干什么 别碰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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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走开 你没事吧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盖他 你们两个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盖他 上 你没事吧 从今天起 梁氏集团所有的产业 全面封杀他们 放开我 乔生 你现在胆子越来越大了 竟然敢逃跑 梁先生 刚才谢谢你救了我 但是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 这些年 我也攒够了给奶奶治病的钱 以后我就不奉陪了 再见 不许走 还有什么事 我要跟你续约 我拒绝 你刚刚得罪的是齐伯 他可是出了名的恶手 如果没有我的保护 你觉得你在梁城 能混得下去吗 那我续约 是你唯一的选择 梁先生 你这么不想我离开 不会是蒋西真做 爱上我了吧 谢哥哥 他是谁 我和梁文旭不熟 你们聊吧 我先走了 郑主张你回来了 你应该不会再纠查我这个体势了吧 徐哥哥 我回来了 你不开心吗 你坐飞机肯定累坏了吧 我让杜叔送你回去休息 徐哥哥 我真的很想你 晚上 我可以睡在你家吗 住在我家不太合适 徐哥哥 你以前从来没有对我这么冷漠过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五年前 为了出国留学 把你抛下离开 我这次回来 再也不走了 你原谅我好不好 你想多了 难道是因为刚刚那个女人 你和她 到底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不喜欢别人过问我的事情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徐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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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青 我绝对不会让别人抢走你 在国外习惯吗 不习惯 伯母你都不知道 国外吃的都是牛排 那伯母给你做好吃的 早就想吃伯母做的红烧肉了 是吗 文旭 你来得正好 我已经和时事商量好了 明天就给你们订婚 订婚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们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你当年可是亲口说过 非时事不取的 如今啊 时事终于回来了 你们俩也算是苦尽甘来 还不赶紧把婚事给办了 这事就这么定了 没得商量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心里还惦记着那个狐狸精 你早点和时事结婚 妈才放心 你就是笑声吧 听说我不在的这五年 是你一直照顾薛哥哥 夏小姐有话直说吧 我和薛哥哥就要订婚了 希望你能来参加我们订婚宴 小小姐 今天梁文旭和别的女人订婚 很不甘心吧 宋少 我的事就不劳您费心 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帮你读回梁文旭 你做我的眼线 这听起来是个不错的提议 可惜 我不感兴趣 你怎么在这儿 是你的未婚妻让我聊的 她说只要我参加你们的订婚业 就给我五百万 谁会跟钱过不去 再说了 我跟你之间只有交易 别有感情 没错 是我请乔小姐来的 我想 她会为我们终于走到一起 而高兴的 对 我祝你们 百年好合 你跟宋子昂是什么关系 这还不明显吗 小小姐 这么快就找到别的男人了 真是厉害呀 你讨男人欢心 应该很有一套吧 不愧是做内涵 要不要姐姐我教教你 小心梁文旭 被别的女人抢作 你 旭哥哥 小小 你真不要脸啊 是不是是个男人给你剪 都可以睡你 梁文旭 你给我放尊重一点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我想找谁是我的自由 你是我的女人 我不允许你跟别人拉拉扯扯 你有病吧 你都要订婚了 还来纠缠我 难不成是要让我当你的小三 禁婚的事情 不是我说的 梁先生 快回去找你的白月光吧 一会儿他等急了 乔生 谢谢 小生 我今天一定要让我当作出城 审判留恋 夏小姐 我准备好了 人什么时候到 别急 马上 好 徐哥哥 你刚刚怎么丢下人家 就走了呀 没什么 定婚仪式马上开始了 我去换衣服 你在这里等我哦 好 朱小姐 没事吧 我有点不舒服 你能不能扶我 到106房间 好的 谢谢 徐哥哥 人呢 芝芝啊 订婚仪式这就开始了 你怎么还在这儿呀 文婿呢 伯母 徐哥哥可能去洗手间了 你喊人找他一下 我先上台 好 好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文婿的订婚宴 但没想到竟然有人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乱搞 而且连农民工都下了去手 接下来我要播放一段视频 让大家一起看看他真面目 这是什么呀 这是什么呀 他说有点不舒服 他想回房间休息 房卡给我 我送他回去 真不让人生气 别走 你没事吧 好热 好热 是不是发烧了 求生 我跟你没完 到底怎么回事 那个女人为什么没去你的房间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就是106吗 这是901啊 你这个不孝子 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 现在我们梁家 沦为了全北城的笑柄 你开心了 妈 我会尽快找人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我会尽快找人把这件事情压下去 父母 你别怪徐哥哥 我知道他肯定不是故意的 你不要你的狐狸精 我打死你 妈 他都把你和我 他都把你和时事实的定徽宴给毁了 你还护着他 他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我们梁家造的什么孽呀 斩杀这么个晦气的东西 作孽 作孽呀 伯母 别生气了 气坏身体不值当 妈 这件事情肯定没这么简单 里面一定有蹊跷 没错 一定是有人故意陷害我 夏小姐 酒店的房间为什么会藏有摄像头 摄像头录到的画面还刚好被你直播出来 你说这是不是太凑巧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才是受害者 你是受害者 我才是受害者 我在酒店喝的酒里被人下了药 你煞费苦心 就是为了毁我清誉 清誉 你这种女人还有脸说清誉 你就是一表三 一个人尽可夫的女人 夏小姐够了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难听了 我记忆当中的夏世世 不是这个样子 我露出真面目了吧 那文旭 她可不是什么青春小白花 小生你闭嘴 雪哥哥 你听我解释 订婚的事情 就先取消吧 这个狐狸竟有什么好 你 妈 女人 你再敢勾引我的儿子 破坏我的家 我让你吃不了豆子走 高迎你儿子 我才不稀罕 小叔 不许去 你再去找这个狐狸精 我就跟你断绝摸测关系 梁文旭 最好别再让我看见你 小生 明天有大客户要来 你的设计稿准备好了吗 我看了 又看了 好像在梁文旭家里 还好我又是还没认 这个点梁文旭应该还没下单 四点四点 我记得我就放在这的 去哪儿了 去哥哥 你在吗 糟了 他竟然给梁文旭下药了 难道梁文旭对他没感觉 雪哥哥 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怎么 他怎么还不走啊 奇怪 雪哥哥不是有洁癖吗 东西怎么这么乱 这是什么 雪哥哥 你怎么在这儿 你回来了 我有事找你 但你没在 我就过来这边等你了 你有什么事就快说吧 我很忙的 不急 雪哥哥你累了吧 先喝点水 别喝呀 待会你们钥匙搞起来了 我怎么办 何不想看现场直播 我不渴 雪哥哥 你连我端的水都不肯喝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没有 那你就喝 你不喝就证明你没原谅我 你不原谅我 我会很伤心的 不要 我该不该出去阻止一下 但我这个身份 好像又不太合适吧 不管了 不管了 夏诗诗 你到底来 是跟我说事的 还是让我喝这杯水的 雪哥哥 你什么意思啊 你上次在订婚宴上 给乔生杯子里放的东西 这次 不会顾忌重施吧 这温雪好像还挺聪明的 雪哥哥 你不相信我 有些事情我不想做得太绝 那是给你留点脸面 但不代表我傻 现在给我出去 雪哥哥 我实在没办法了 我不应该在车里 我应该在车里 你干什么 我真的很爱你 我这次回来 发现你变了 你以前明明对我 那么温柔体贴 现在去 出去 别再让我说第二次 你不会真的爱上 乔生那个女人了吧 她明明只是我的替身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对不对 这次我才发现 乔生跟你一点都不像 没错 我怎么会和乔生 那个女人一样呢 我就知道 你心里还是有我的 不 乔生比你善良多了 什么 我没听错吧 我在两位血眼里 是这样的 雪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讲 你是不是还在怪我 五年前抛弃你离开 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雪哥哥 杜叔 少爷 把夏小姐请出去 以后我的房间 不让任何万人进入 是 夏小姐 请吧 我的衣服套好了吧 是 都放在衣柜里 嗨 你怎么在这儿 我回来找个东西 我马上就走 你怎么在这儿 我回来找个东西 我马上就走 你是在找这个吗 对 就是他 我的优盘 夏侍侍 你在干什么 徐哥哥 我不是故意的 你敢打我 你这么欠走 你不该打吗 徐哥哥救我 小声 闹过了没 梁文旭 我打他你心疼了 不是 你别解释了 要是还给你 以后我绝不会 踏入这里半步 求生 求生 你闹过了吗 滚出去 徐哥哥 你闹过了吗 滚出去 徐哥哥 你 怎么办啊 我准备了半个月的设计稿 今晚不睡了 重做一份应该还来得及 查到那个女人的资料没有 夏小姐 我们查到乔生的 目前现在任职于 夏氏集团设计部 夏氏集团 不就是我家公司吗 乔生 你的好日子 到头了 乔生 都几点了还在睡 公司不是你家 今天的客户非常重要 要是出什么错 你吃不了兜着走 放心吧 李姐 我对我的设计稿 非常有信心的 那还不快去准备 你想让领导等你啊 我这就去 得罪了夏氏集团 看你以后 在公司还怎么混 乔小姐是吧 我们老板稍后就到 您可以先讲讲 你的设计理念 好的 以上就是我的设计 谢谢大家 你的想法很有创意 我已经同步给我们老板 他会来亲自跟你谈合作 谢谢 慢着 这份设设计稿 是乔生偷的 这份设计稿 是乔生偷的 夏氏氏 你别血口喷人 就算我们有私人恩怨 那你也不能在这种场合上面造谣吧 张副总你好 我是夏氏氏 原来是夏家千金啊 那你说 这份稿子是乔小姐偷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乔生储存设计稿的优盘 昨天弄坏了 没想到他为了不把合同稿砸 竟然偷了我的设计稿 那 这份设计稿是您的 没错 我的U盘是坏了 但我昨天晚上重做了一份 你们要是不信 可以去查监控的 你别狡辩了 一晚上的时间 怎么能重新做一份设计稿出来 监控有什么用 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演戏 我的设计都装在脑子里的 重做一份也不是什么难事 倒是夏小姐 你口口声声说 我偷了你的设计稿 你有证据吗 我 我堂堂夏世千金 在自己家的公司 还会冤枉你不成 有证据是吗 我的U盘里有备份 还好让小米偷偷拷贝了一份 张副总 这两份设计稿的内容 一模一样 怎么会这样 我的设计稿 从没给过别人 夏小姐 我们公司对的合作非常认真 麻烦你们下次审核清楚 再与我们联系吧 张副总 实在不好意思 这次的事情 我一定会让我爸好好处理的 我们走 等一下 老白 这次的设计稿 我非常满意 签合同吧 旭哥哥 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 你一定知道 这是我的设计稿 所以来帮我的对不对 我确实知道 是谁的设计稿 你 过来 徐哥哥 你搞错了吧 设计稿是我的 要签字 应该我签才对 是错了 是你错了 这份设计稿 不是你的 是乔生的 在这半个月之内 我看到乔生每天晚上 加班熬夜做设计 还加入了自己的灵感 绝对不会有错 徐哥哥 设计稿明明是我的 就算你对我有意见 也不能当着外人的面 这么偏袒一个小三吧 听说乔生 插足梁先生和夏小姐的感情 还会让他们订婚宴 看来是真的 你真是不要意 小三 就该死 你们知道什么 夏世世 我现在正式通知你 我跟你的感情 早在五年前就没有了 要说这里有小三的话 那个人就是 你 这份合同是乔生签的 我要知道你们在背后搞什么阴谋 抢功劳的话 绝对不会轻饶你们的 咱们走 这可真不好玩了 你看 看什么看 还想不想干了 你为了我和夏世世 我和夏世破脸 值得吗 你是我的女人 你说值不值得 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 什么意思啊 当初我和你在一起 只是为了钱 现在你的白月光回来了 你应该和他在一起 而不是继续纠缠我 再说了 你们豪门都要门当护盾 我只是个普通人 我高攀不起 也不想和你们这些人有瓜葛 麻烦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 神圣 这次你谈成了和梁氏的合同 可这是大功一件啊 到时候总监竞选 你一定能升职 这还真不好说 毕竟 还有夏世世呢 宣布一件事 从今天起 我就是设计总监 你们 都得听我的 不是说公平竞选吗 快别说了 他可是董事长千金 我在国外深造五年 是米兰顶级服装 设计学院的高材生 难道还不够格 做你们的上司吗 不像有些人 一辈子 只能在底层挣扎 夏世世 你要这么说可就过分了 大家都是底层打工人 你要是瞧不起我们 就自己去做观感司令吧 你 你到我办公室来 给我倒杯茶 我的职责是设计 不是打杂 你的职责是听从领导安排 不想干了 可以去辞职 不过我保证 全粮城没有一家设计公司 敢要你 对了 听说你奶奶生病 花了不少钱 梁文旭给你的钱 早晚会花光 到时你要找不到工作 怎么办呢 夏世世 你别欺人太甚 我就欺负你怎么了 你在我的地盘抢我男人 还有脸吗 我就是要慢慢折磨死你 要不我还是辞职吧 舍不起 我还躲不起吗 可就这么认输 也太没面子了 喂 乔小姐吗 你现在奶奶突然病危 你有时间来医院一趟吗 我马上到 你怎么在这儿 医院也通知我了 你发现 我已经给奶奶 找了最顶尖的心脑血管专家 给她做手术 奶奶肯定没事的 谢谢 你手怎么回事 为什么 是不是夏世世 又故意掉奶奶了 你来梁氏工作吧 你想要什么职位 我都可以帮你安排 梁先生 谢谢你的好意 但我不需要 医生 我奶奶怎么样了 病人现在 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但是病情 依旧比较严重 我的建议是保守治疗 乔生 你把奶奶接到我家吧 你可以住在我家 我会给你奶奶 请最好的护股 和家庭医生 不劳梁先生费心了 我一个人也可以 照顾好奶奶 你别多想了 我不是拿奶奶 要挟你的 以前是我不够好 没有考虑到你的感受 从今天开始 我会在意你的想法 如果你介意的话 我可以搬出去住 我把别墅 留给你和奶奶 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乔生 我们在一起五年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没关系 你现在不用回应我 我会等你想清楚的 不过 现在奶奶健康最重要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现在派人 我来接奶奶回家 乔小姐 你可算回来了 少爷 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他这几天 都没睡好吗 是啊 少爷说 你不在他身边 他睡不着 吃药都不管用 谁呢 在找我吗 我 我只是来看看 你睡了没有 怎么 你要和我一起睡啊 求你了 今天晚上 就陪我睡一晚吧 我保证什么都不做 晚安 竟然真的就这么睡了一眼 乔小姐 杜叔 让他多睡一会儿 我先去上班了 生生 万丈的服装设计大赛 你报名了吗 那当然了 那可是所有设计师 梦想中的种玉殿堂 没五年再举办一次 既不可适啊 你生生的才华 第一名不在话下 到时候 可得请我们吃饭哦 好的 小生 你的报名表被驳回了 小生 你的报名表被驳回了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万丈的设计大赛 只有全国前一百强的设计公司 才有资格参加 而且名额有限 我们公司 谁能参加 谁不能参加 都是我这个总监说了算 夏诗诗 公司不是你一个人的 你不要太自私了 乔生 你怎么跟夏总监说话呢 夏总监 这次大赛 只有两个名额 其中一个 当然非你莫属 剩下这一个 您看 这个问题 确实要好好想想 这样吧 你们 谁能让乔生 给我跪下认错 我就把这个名额给谁 怎么 没人敢吗 身为设计师 你们应该知道 这次比赛 对你们的重要性 只要在这次大赛 打响名声 那你们的事业 将会到达别人 无法企及的高度 身价 也会暴涨 夏总监 我 我来 小生 你就给夏总监 服个软杯 要是获了奖 奖金我分你三成 那我是不是还要谢谢你 谢谢就不用了 那你就做梦去吧 乔生 你不要给脸不要脸 你这个不知廉耻的小三 还能继续在公司 多亏夏总监大度 还不赶紧跪下 谢谢夏总监的 大恩大德 你要是再造谣 我就要追究到底了 乔生 要是没有旭哥哥护着你 你怎么会有报名资格 而且 如果不是你拿身体勾引旭哥哥 他怎么会被你迷惑 我看啊 这个女人 早就用这招 调过不少男人吧 听说 连他奶奶的医药费 都是靠睡男人赚的 一口一个男人 你是太劝男人了 嫉妒我是吧 夏总监 他打我 他打你 你就给我打回去 他要是敢还手 我就把他赶出公司 乔生 这就是你得罪我的下场 跟我斗 你确定 夏总监 你看他可反了天了 乔生 你尽管还手 只要你敢还手 我保证 明天 头条上全是你的新闻 到时候 你臭名远扬 再不参加大赛不说 恐怕 你连梁城都混不下去 乔生 你就赶紧给夏总监 认个错吧 是啊乔生 大个欠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是要是闹大了 对谁都不好 给我打 这个破公司 谁爱呆谁呆吧 老娘不奉派了 站住 宝安 把他拦住 你要干什么 你不是很厉害吗 接着狂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在夏世 跟我作对 就是自寻死路 现在 你们每个人 给我排着队去山 巧声巴掌 谁打得用力 设计大赛的名额 我就给谁 另外 一巴掌 一万奖金 愣着干什么 去啊 住手 是谁打的你 是你 还是你们 不用你管 来人 把他们给我 打到流血为止 打到流血为止 许哥哥 这里可是夏世集团 你不能这样 再说 分明是那个女人 先惹事的 她还要打我 你那都不用 许哥哥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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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文旭 自从你的白月 过回来以后 我就没有发生过 一件好事 对不起 我让你受委屈了 算我求你了 不离我远一点 求生 乔小姐 一个人 杜叔 你去帮我办件事情 听说你和梁文旭的 感情不太顺利 宋少说笑了 我跟他之间 本来就没有感情 你在嘴硬 我看得出来 宋少要是没事 我就先走了 等等 我知道夏世世 刁难你 不让你参加 万真设计大赛 你来我公司吧 我可以帮你 宋少这么好心 是想让我帮你 对付梁文旭吧 不好意思 你找别人吧 我就不能是单纯的 想追求你吗 我是万真福州 社区大赛的工作人员 什么 我报名成功了 难道是宋总 喂宋少 是你帮我报名的 设计大赛吗 没想到你还挺迅速的嘛 谢谢你了 好 不用谢 小事一桩 那 明天你能来我公司上班了吧 那当然了 不过我要先说好 我只是为了比赛 不是因为别的理由 我知道 那明天见吧 明天见 少爷 乔小姐还没入职呢 按理说我们公司是没办法给他报名的 管他呢 既能博得美人一笑 那我干嘛不顺水推舟呢 乔生回来了吗 回来了 少爷 我交代你的事情 办好了吗 办好了 乔小姐已经成功报名 万之设计大赛了 那就好 希望他能开心一点 少爷 你这么用心良苦 得让乔小姐知道啊 算了吧 他现在应该不想见我 灵魂续不在吧 昨天我宁肃 再经过你多尴尬呀 你在干什么 你在干什么 你这走路怎么没声音呢 过来吃早餐吧 我不吃了 我上班要迟到了 上班 你不是从下市离职了吗 从今天起 我入职送食了 送葬的公司 他不是什么好人 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我心里有数 先吃早餐吧 等一会儿 我亲自送你过去 不用了 听话 昨天是我没控制好情绪 那件事不该怪你的 你别放在心上 没关系 仔细想一想 我确实亏欠你很多 我没听错吧 梁先生 竟然跟我这头认错了 赶紧吃吧 这是 鲜花配美人 小小姐这样的美女 只有兼具风情与高傲的卡罗拉红玫瑰 才能配得上你 和梁文学在一起五年 他从来没送过的话 宋少 这么做不合适吧 宋少 这么做不合适吧 哪里不合适了 乔小姐现在是单身 我有权利追求她 那就不劳宋少你费心吧 我听说梁总和夏家 还有婚约在吧 吃着碗里的还蘸着锅里的 这才不太合适吧 那也不比宋少你 自己玩过的女人都数不清楚 你像一个花孔雀一样到处开辟了 不想累吗 你 那什么 我先去上班了 生生是我的 你别摆费力气了 你的 她自己承认了吗 倒是梁总自作多情 在她心里 你只是把她当成替身 当成工具 她凭什么会爱什么 那就不劳你费心了 那我们就公平竞争吧 看看到底谁能复活她的心 难道真的是我做得不够好 杜叔 你说女孩子到底喜欢什么东西啊 玫瑰花 还是名牌包包 少爷 这是想讨乔小姐的欢心吗 没有 就是随口问一问 没有哪个女人是不喜欢花的 当然 更重要的是心意 玫瑰花 送早已经送过了 包包 我也没少给她买 少爷 女人都喜欢浪漫 或许啊 您可以带乔小姐去约会 有了 搞什么 怎么不开灯 生生 我爱你 原谅我一次好不好 我对你是真心的 无关什么体身 无关任何人 我只想和你在一起 梁文旭 你发烧了吧 你没发烧吧 没有啊 那 你就是鬼上身了 你不喜欢我这个惊喜是不是啊 对嘛 这才是你 你别这样 我害怕 双双 这是我第一次追人 我知道 我没有宋子昂那样 会讨女人喜欢 我也知道 现在对你表白 有点晚了 但是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再给我一次机会 你这都谁教你的呀 吐离吐气的 你不喜欢 我现在就去换 我还没说完呢 梁先生 我现在不是谁的替身了吧 不是 你就是你 我爱的 从来都是你 那夏世世呢 我跟他就是 一起从小长到大的 我把友情当成了爱情 至于夏家的婚约 我会解决的 那 我们 吐离京 吐离京 妈 你怎么来了 我再不来 你是不是就将梁家 拱手送给别人了 我不就是去旅游了几天吗 你就给我来这个 金屋藏郊的把信 要不是实施通风报信 我还蒙在鼓里 你眼里 还有我这个妈吗 妈 我都是成年人了 我有自由恋爱的权利 好 翅膀硬了 是吧 不要我这个妈了 现在 我现在就走 我现在就去下面找你爸 你爸要是还在 也要被你昏火气死了 妈 你冷静点 今天 我和他 你只能选一个 要么他滚 要么我死 妈 你为什么对乔生 这么大的敌意 他到底哪里不好了 他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套 你处处护着他 他就是一个 到处和男人乱搞的女人 狐狸精 他就是想骗光我们梁家的家产 你怎么还不明白呀你 妈 你这些都是听谁说的 伯母 你我都是女人 你为什么要平白无辜地羞辱我 造谣我 伯母 你我都是女人 你为什么要这么平白无辜地陷害我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看他 他还顶嘴 你放着实施那么好的女孩不要 非要和他搞在一起 你 你丢不丢我们梁家的脸 伯母 您要是觉得夏世世是好女孩 那就让他当你的儿媳吧 我对你们梁家没有半点兴趣 你敢骂我 妈 妈 妈 多说 快叫救护车 是 少爷 妈 你没事吧 跟我都 妈 你没事吧 我没有用力 我没有用力 什么都别说了 你先回去吧 妈 医生 我妈她怎么样 老实说 你母亲的身体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头部 也没有受伤 就是肝活有些旺盛 平时要注意多休息就好 好 辛苦了 不辛苦 伯母怎么样了 我听说 是乔生害伯母住院的 他也太没有分寸了 怎么能对你亲生母亲动手呢 我妈她没事了 怎么可能没事 伯母到现在都没醒 徐哥哥 你这次可千万不能惊扰了乔生 必须追究她的法律责任 我怎么感觉 你更希望我妈妈她有事 怎么会呢 伯母 你没事吧 感觉怎么样 哎呦 头疼 妈 你别装了 医生说你根本就没有受伤 你这孩子 怎么说话的 哎呦 晕呐 就是呀 薛哥哥 你为了那个女人 连伯母都不管不顾了 那行 我俊儿医生再过来 给她检查一遍身体 不用了 我休息一下就好了 多怪乔生那个女人 真是晦气 谁沾上她谁倒霉 没错 她还把她奶奶带到梁家来 得赶紧让老毒 把这个老不死的赶出去 我们梁家的气域 都被她吸光了 再也不能叫她跨进梁家一步 有时候我真的很好奇 你们的脸皮怎么这么厚 明明是你们一直在叼奶乔生 却把所有的错都归结到她身上 你们当我傻吗 你这个不孝子 你想气死我呀你 哎呦 妈 您生我 想我 我很感激你 但是不代表 我任由你摆布 我不会像你们一样 颠倒是非 自私自利 如果执意你要这样的话 那我宁愿没有出生再梁家 伯母 你先消消气 我相信 雪哥哥只是一时糊涂 只要 乔生那个女人彻底消失 他一定会想明白的 杜叔 乔生回去没有 回来过 乔小姐来把她的奶奶接走了 行李也都搬走了 宋商 谢谢你帮我安置奶奶 还帮我找到了新的住处 以后不许跟我客气 马上就是设计大赛了 你安心准备 我会让人照顾好奶奶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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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呦 梁总 在我宋氏集团楼下都三千了 不知道的还以为宋氏集团被你收购了 不用你管 不用你管 梁总 女人是需要哄的 你要是正喜欢乔生 就应该当面告诉她 躲在后面像个缩头乌龟一样 你算什么男人 上次你施了手 这次绝不能再出什么错 放心吧 夏小姐 小生 你完了 这次 我不仅要让你受尽折磨 还要让你错过设计大赛 你就等着 悔恨终身吧 哼 奇怪了 这是乔生回家的必经之路啊 怎么这么久了 看不到他的人呢 乔生的包 包了 杜叔 帮我查一下 新明路口的监控 快 这脸蛋 这身材 你是谁 我是谁 我是那让你爽的男人 走开 小美人 你别过来 你是跑不了的 你这死女人 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我婊子 今天就不吃吃法酒 自然你是躲得厉害 你要干什么 你跟我喝的是什么 什么 一点住性而已 你 你知不知道你这样是犯法的 我就是法 不要 住手 梁少 梁少饶了我 少爷 再这样打下去 要出人命的 你先看看乔小姐 先下来怎么做 不用我说了吧 是 少爷 该死 竟然给声声下用 好热 宝贝 睡一觉明天就好了 双双 知道我是谁吗 我好难受 傻瓜 我是你老公 天哪 我昨晚都告诉你 不行 趁他还没睡觉 我得赶紧走 你干嘛 用完就走 哪有 你说我救了你 都没有报仇吧 你要什么 我要 你做我女朋友 你妈不会同意的 那天晚上的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 是我妈故意装晕倒 为了逼走你 你放心 如果她以后再敢欺负你 我就带你离家出走 坏了 设计大赛 要是错过了 我会后悔一辈子的 还要半个小时呢 我送你过去 下一个就是翘生了 他怎么还没来 加油 加油 让我们有请十号选手 梁氏集团的乔生小姐 乔生小姐在吗 不用等了 我看她是不会来了 还是别浪费大家时间 快点下一个吧 好 那让我们有请十一号选手 夏氏集团的夏诗师小姐 等一等 十号 我是十号乔生 你 你怎么 既然乔生小姐及时赶到 那就请您上台 说一下您的设计理念吧 各位评委好 我叫乔生 各位评委好 我叫乔生 来自宋氏集团 这是我本次设计的图纸 以上就是我的设计 感谢各位评委的耐心聆听 乔生 你怎么会来参加比赛 你昨晚明明 昨晚 你是不是又去勾引旭哥哥了 不然 你怎么会有报名资格 小诗诗 不是谁都离不开你的旭哥哥的好吗 替身 没资格 没资格讲话 谁说替身 就不能上位了 小诗 就算你来参加又怎样 你也肯定拿不到奖 续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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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次设计的裙子 灵感还是来自于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方 是吗 老公 你来接我了 乔生 你干什么 干嘛 你还护着他 你说过会娶我的 你都忘了吗 当初是你抛弃了我 现在你又后悔回来 小诗诗 你别这么任性嘛 不 我错了 续哥哥 自从我遇到乔生之后 我才真正明白什么是爱 对于你们说 我们俩只是一起找到的友谊 所有人都说 你是我的妻子 但我知道 这并不是爱 不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你还没消气对不对 你松手 续哥哥 小诗 我是不会让你抢送续哥哥的 舍舍 你刚刚 是认真的吗 我刚才只是为了 气象事实而已 你别当着 我不管 我认真了 你干什么 这好多人啊 我就是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是我的 对了 这次设计大赛 是你帮我报的名 是 那你怎么不告诉我呢 我还以为是送葬呢 你知道我不善于表达 我只能用行动告诉你 我也多爱你 喂 文旭 你快来医院 诗诗 他自杀了 什么 怎么了 出了点意外的事情 你先回家吧 我一会就回来 徐哥哥 你来了 你有必要闹到这样的地步吗 文旭 你怎么说话呢 诗诗他可是差一点没抢救过来呀 他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 我又没拿着刀逼着他自杀 怎么说是为了我 你 伯母 你别生气 我 没事的 既然没有生命危险 那我就先走了 爸 就是你 把我女儿弄成这样子的 老夏 你先别激动啊 夏伯父 既然你把所有的责任都归结到我身上 那我也无话可说 夏师师所有的医药费 都由我承担 这样总可以了吧 我夏家 想缺少了点钱吗 你要是真的感觉愧疚 去把师师娶回家 抱歉了 我已经有女朋友了 除了娶夏师师之外 我愿意补偿一切 又是乔生那个晦气的女人 我不同意 我们两家的儿媳 必须是实施 你现在 必须 马上 和乔生撇清一切关系 再也不许他出现在我的面前 否则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 妈 你有必要这样吗 不管你怎么说 我心意已决 如果你再逼我的话 我的乔生 永远地离开梁城 你 你这个不像子 我管不了你了是吧 你是想把我气死啊你 许忠 伯母 让我妈妈 做一个全身的体检 让她在医院 住上一段时间 没有什么事的话 就不要离开了 你怎么来了 祝贺你圆满完成设计大赛 谢谢 花我就不收了 我现在有男朋友了 男朋友 是 梁文旭 为什么 我到底哪里不如他 宋商 当初不是你帮我报名的设计大赛吧 你都知道了 我以为我的助理已经处理了这件事情 后来才发现晚了一步 但凭这一点 梁文旭就比你真诚 我承认 一开始我就是为了让梁文旭不爽 才可以接近你 但后来 我是真的喜欢上你了 你会遇到更合适的人 但那个人不是我 没关系 我们 还可以做朋友吗 当然 对了 过两天出比赛结果 有信心拿第一吗 但愿吧 爸 现在怎么办呀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一定要嫁给薛哥哥 梁文旭有什么好的 你一个女孩子加强 还死皮赖脸倒贴人家 你嫌不嫌丢人 我不管 你要帮我 你不帮我 我就告诉梁文旭 等年是你杀了他的 你说什么 再说一遍诗诗 嘴才乱说 你的命谁也保不住 不会了 我不会了说了 梁文旭 我是你逼我的 接下来 让我们以最热力的掌声 欢迎本届万针服饰 设计大赛第一名 乔生小姐 大家好 我是乔生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有一位神秘嘉宾啊 要为我们的乔生小姐 献上一束鲜花 神秘嘉宾 美丽的乔生小姐 恭喜你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大功告成 等阿絮回来 给他一个惊喜 要不是看在文旭的面上 我才不让你住进梁家呢 伯母 你刚从医院回来 还是不要再大动干货了 阿絮 阿絮 早诗点 等辽文旭回来 我让你们一家共赴皇权 别 别杀我 我可以给你们钱 你想要多少 我们现在 只想要你们的命 你们究竟是谁派来的 是不是夏世世 你们尽管冲我来 别伤害伯母 你要干什么 本来还想 让你多活几分之 现在看白 不能留你了 你要干什么 本来 还想让你多活几分钟 现在看白 不能留你了 凌卦 父母 快跑 温旭 温旭 快去救乔生 快 这怎么办 跑啊 世生 你没事吧 杜叔 快叫救护车 是 少爷 尝试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 竟然全部被抓了 我只能 你们干什么 放开我 乔生 你醒醒 我不能没有你 乔生 你一定要平安呀 妈 你接受乔生了 之前是我犯蠢 处处针对她 没想到 危急关头 她救了我的命 是我对不起她呀 水 求生 我好害怕失去你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夏明被抓了 夏世事也许自首 供出了她所有的罪行 夏明还说 她八年前 杀了我爸 没有想到 她藏得这么深 你还好吗 都过去了 从今天开始 我只想 跟你好好地在一起 终于出院了 我都快憋死了 可是 我总担心 你的伤还没好全 要不然 咱们再去问一下医生吧 哎呀 不要 你看 我真的好了 我不信 除非 你听我一口 阿絮 我发现你变了 你之前脸臭的 跟谁欠你钱似的 现在怎么 我怎么了 有点不要脸 那是因为 我知道 我要跟你过一辈子 秋生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乔生 同意嫁给我啦 乔生 同意嫁给我啦 阿絮 头晕了 放下来 乔生 我爱你 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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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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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